renic.nl 这次讲述就可以说是 从我以前开始画 到现在的 作风的这种转变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是比较新的作品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除了这个教权画 我还想说把一两幅这个粉彩画也带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批评指导一下 所以我的所有的这个画画都是写生的作品 都是写生的 我比较喜欢因为到了大自然 看那些自然的景色会引起那种感情在那边 所以我们画画一定要有感情 画出的话也要有感情 这样才能够动人 彩色的话我们都是用画的风景比较多 木刻的话我们就画这个人物比较多 人物的话我们一定要找一些比较动人的题材来做 跟这个社会有一点点这个关系的 来做这个题材来画 木刻的话为什么只是我喜欢黑白 因为我就觉得说黑白这两个碰在一起呢 会给人家很强的一种感官的视觉的感官 有一种动人的性格 那就是感动感动人 所以 木刻的话要花很多时间了 全世界是很繁盛 所以就现在的这个画 画家都不太要做这个工作了 不太想做 因为手画的时间呢 你就用来画一幅画已经画好了 可是你做个木刻还不能够 然后那个时间就比较长了 我就比较喜欢就是因为 一种兴趣可以说 能够表现一些东西出来 那么我就很高兴了 是这样子的 我们画画的话是 可以说是终身的 没有说 画到哪里就停到哪里了 终身的话我们就不能说 一成不变了 所以有时候要改变一点 所以自己觉得说 你应该要创新一点点 这样子才有一种心意 所以请各位多多的支持 Courage is a fantastic media 从早前工作之后 直至今 我仍然没做到 感觉和政府各种 点想 点赞 仔装